哇 这 河道实在是一个湖泊呀 是河 好像叫霸王河吧 全结冰了湖面 哇冰封住了 这个冰就有点薄 厚的话都可以下去踩一踩 晚上的话是肯定结的很厚 零下十几度 那边还有水压子 那里 今天离开乌兰插布 往张北走 河北地界 今天无忌到不了 因为 现在是下午吗 起不了9个小时 30-40公里吧 白天的话 下温度 还行 我穿的这些衣服 比前两天暖和一点 前两天冻的真的 骑车伸不出来手白天 这两天温度有所回温 晚上的话温度没有那么低了 也在零下15-6度 前两天因为刚下完雪嘛 下完雪花雪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乌兰插布这边 夏天的时候 放暑假 北京人来的是最多的地方 成德和乌兰插布 也就是 北京的后花园 老板 老板 这橘子怎么卖的 橘子是块三斤 10块钱三斤 对 嗯 撑点吧 来三斤 三斤我带不了 问题就少拿点 对 拿个金板也行 7块 3抹钱给7块 好 买了点橘子 吃点水果 周季街 橘子也便宜 都下来了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已经出了四分 20公里了 今天是这几天最暖和的一天 三点钟的温度是零度 今天晚上最低温度零下15度 天气还是有些灰蒙蒙的 今天计划走50公里吧 前面还有30公里 到一个乡镇 然后 去进行补给 每天天气 没想到又快天黑了 还有17公里 这一路的话都是体肤路 翻山 要平路的话这回早到了 我估计最少得走到6点钟 这天气太冷 我这个刹车有点不管用了 可能是后面的蓝铃片磨坏了 白天有空的话 可能要换一下 今天就不弄了 晚上的7点钟到达厄尔洞镇 哇太冷了 这边就是镇中心 从这里的话就是去上河的 这边的话就分开了往张家口方向 在这个镇子可以吃点东西 看找个地方露营吧 这个底儿都不营业了 好多好像都已经关门了 这个镇子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大 就几百里一条街一个镇政府一个镇医院 还有几个乌生室几家超市 肉丝 饭店的话也导导导 这里还有个银行 我找个餐厅吃点饭吧 就在路口那边我看还有家开灾 其他的都不营业了 老板能吃饭吧 可以吃饭 好 炒了个尖椒肉丝25块钱 喝点热水 青椒炒肉丝 三个卷子 吃点热火 外面又零下好几肚了 出几肚了 卷子好吃 没有米饭 所以就吃这碗 7点37 吃完饭了 去找地方录影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小亭子里录影吧 这个位置就是他们政府对过 这应该是一个小广场 这边也没有人 反正就是在这里吧 一个小亭子 好冷赶紧搭帐篷 今天晚上 试一下这些新装备 冲击店我要搭起来 看看能不能铺到帐篷里面 还有这个新的垫子 肯定保暖性 比前两天好太多了 就是有点冷 冻的有点生不出来熟 这个垫子有点大 直接铺起来 这个也厚 而且防水比较好 先把这个充气垫铺上 它是自充的 我以前的时候用这个 充气垫 我都 就是不充气 早上的时候就直接 充起来就行了 要想充气的话 你走开以后 它自己就捧起来了 这个比较大 我不知道单上怎么打开吗 先试一下 正好 好像有点小 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是小一截子 那边还不知道抽 感觉是个方的 确实是长的 少个枕头 这边的话 应该还有个枕头 就这样吧 要是再长一点的话 会不会更好一些 第一头吧 拖在一头 这样 这边的话 这边可以放一些东西 下面是一个这个双层的塑料纸 蓬布嘛 然后双的铺的 看一下我里面新买的这个垫 这个垫子 这个垫子是大的 而且加厚的 暖和了 然后又铺了一个蛋槽垫 下面还有一个充气垫 我把充气垫 我感觉这么厚哈 已经很软了 都不用充气 嗯 就不开了 开开的话 我估计跟床似的了 得这么高 还要升起来 差不多最少的有离地这么多 这边有个小嘴口 在这里的话 想让他充气 然后把他走开以后 他自己就捧起来了 等下起来的时候 把他赶出来就行了 不用动了 我感觉鲜鲜的 真是床一样 睡袋都冻硬了 好冷 进睡袋了 进睡袋 脚都快给我冻掉了 正好降温了开始 这两天慢慢要回温了 鞋垫子窜的 到脚后赢了 外是浮了 可能下面鞋垫 没放好 这样吧 把帐篷拉上 太冷了 这回已经到零下四五度了 这几天为什么回暖了呢 前两天下雪 这个雪水一化 所以说是超级超级冷的那种 这雪水都化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不会有那么冷了 现在的温度是 就是 -10度 零下10度了 难怪这么冷 这个表还是挺准的 白天的时候 然后在室内的话 它能到达 20 就是零上20 我住店的时候 你看到了户外 气温冷 它又降到零下-10了 已经-11了差不多 我拿到帐篷里面 它还在往里面伸 还在往上伸 你看到9了 挺准的 帐篷里比外面稍微要暖和一点 进水袋进水袋了 前段时间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垫子的时候 那个垫子又薄 晚上后背都发凉 这回一扑啊 完全就是个床了 真厚实 8点半 睡觉了 睡觉了 早睡早起 明天见 今天没有出发 因为等一天快递 到张北的快递的话 差不多还要三天 我离张北还有100公里 两天的时间又到了 所以说我感觉这位置挺好的 今天就不走了 休息一天 哇这个垫子呀 真的是好暖 睡了一晚上 今天我得试试我这个发买的 新的炊具怎么样 还没装呢 今天在这里要把它装起来 这个锅全部盖子什么螺丝盖上都上一下 等回去买点菜回来 然后试一下这个锅炒菜做饭效果好不好 然后螺丝盖出来上一下 今天阳光真好回温了 但是晚上还是淋下几度吧 但是晚上还是淋下几度吧 这个锅是不粘锅 不带那种瓷的涂层 高压锅 要把它装起来 这个高压锅耳波装起来 完美两套锅具 今天晚上试试做饭效果怎么样 先去买点菜吧 买点今天中午吃的 然后再买点晚上吃的回来 把这个锅试一下 饱个汤或者是蒸米饭都行 今天晚上蒸米饭吃 回去买点大米 买个二三斤吧 然后再买点菜 看这个锅炒菜怎么样 炒菜要行的话 就OK了 这个镇子呀特别小 就一条主街 我得观望看看哪里有卖菜的超市 这里卖肉的生熟肉 我没人哦 没人 哎呀 在这个镇子买点东西真费劲 买不到主要是 好多没面都已经关门了 没有水了 买了水几斤还有菜 四十块钱的一味 回去了 哎呀我这想吃个橘子的 这橘子在冻成冰渣了 熬了冰牙 嗯 一点橘子味吃不出来 就感觉了 好多冰渣子 真是浮了 这还是橘子 嘎咚嘎咚的 嗯 这个肉呀 跟冻冻筷子似的 哇太硬了 让他画一画啊 不知道下午能画吗 我估计画也画不了 外面跟冰箱差不多 还有这个橘子 全冻烂了 昨天买的 没地方放 主要是外面天冷 放了一叶也冻成冰块了 真是浮了 炒个鸡蛋 先试试我的小锅 效果如何 切根葱瓜吧 葱花炒鸡蛋 主要是先炸炸锅 因为是第一次用了这个锅 要用油使劲烤一烤 就两颗葱花 切个葱末 今天这也没有气了 就这些 还有小盘罐 接下来的话就要烧柴火了 倒点水刷一下 新锅 不刷的话不行 感觉这个瓣不太好用 容易翻锅 好 这个锅还有 还是有点不是太好用 翻了那就坏了 太容易翻了 倒点油 下鸡蛋 哦 炸油 这个锅很危险呀 不是很实用 这是五个鸡蛋炒不开 我真浮了 弄不去 这个豆瓣的家伙水 我还要重新制办 看看哪里有卖锅的 考虑再弄一个 这个不得继续用 这个时候 抽花 我要用它炒菜的话 以后也就炒一点点了 肯定不会像以前 我一炒炒那么一锅 主要以吃饭为主 菜的话肯定会少很多了 炒的还行 这个鸡蛋炒成花 也不粘锅也还可以 再加点盐 加点盐 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鸡蛋炒熟了 我半熟 这个黄还有点不熟 就是炒太多了的原因 还有就这个火力不够旺 炒好了已经 就这些 然后吃点 这里还有面包干粮之类的 少点水喝 只要气不多了 我得去弄点木头 没有木头的话 没法做饭 就这一点点气 这个镇子没有卖的 这种米饭干嘛 都得用彩虎炉 这种米饭干嘛 都得用彩虎炉 蒸米饭干嘛 都得用彩虎炉 还可以 哇,透过心里哦 天色又黑下来了 今天晚上好冷 降温了 那个肉没化 我本身想炒的不炒了 明天再说吧 休息了 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早点出发 明天可能要赶个大早 晚安各位